根據韓國媒體報導 在8月12日YG新女團Blackpink 在預錄SBS音樂節目人氣歌謠的出道舞台時 成員Zenny在彩排過程中不慎受傷 據悉Blackpink共錄製了兩首歌曲 分別為歌曲《吹哨》及《Boombaya》 而在錄製完《吹哨》後 在歌曲《Boombaya》的彩排過程中 Zenny不慎扭到了腳 由於情況較為緊急 Zenny當時立即被送往醫院接受了檢查 而據相關人士透露 Zenny當時的情況並不熱觀 腳底無法碰觸地面 應該要放棄錄影 但Zenny個人想要站在舞台的意志十分強烈 便在醫院打了陣痛劑 並重新站上舞台完成了錄影 對此YG娛樂相關負責人回應道 根據醫院的檢查結果 幸好傷勢並不嚴重 只不過腳部腫得比較明顯 此外Blackpink為YG娛樂時隔7年打造的女團 在今年8月出道 Blackpink將一雙豬拉曲 Bumbaya及春少展開宣傳活動 Bumbaya及春少展開宣傳